台电沐昕写出是今天在北中南登场了 而今年的录取名额只有1000名左右 却有17000多人挤破头来报考 不过实际到场的考生却不到万人 这录取率大约是10.99% 至于薪资的部分 录取之后的起薪是将近3万元 满一年再加到3万2 这薪水是可以一直稳定成长的 让不少人越越欲试 维护员爬上爬下 这工作危险却是个铁饭碗 台电招募新写 释出1078个名额 吸引17000多人报考 不过实际到场的只有不到万人 录取率从6.06%提升到10.99% 还有人大学没毕业就先来试试 铁饭碗 所以就想要来考考看会不会上 比较稳定 因为它主要是会稳定的成长 因为现在生活就是几乎都不会动 但有考生差点措施 追求工作稳定的机会 再看看薪水 录取后起薪将近30K 满一年加到32K 至于其他国营企业 台水满一年同样32K 中油训练期30K起 台糖正式雇用后至少3万元 而今年10月还有一场国营招考 起薪最高4.1万 去年应该差不多是在两万八千 两万九左右 就雇佣人员 那今年我们是训练合格以后 起薪就是三万两千元 现场的工作还是会有一些 津贴加急 但相比许多餐饮业 一进去至少40K 甚至还有70K 他们考量的还是长远规划 尤其年中最高可以来到4.4个月 他们的排班的话是假日一定不休假 下午的时候就是 他们店里就是会休息 也就是俗称两头班 那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这样的模式 有时候不肯定 像之前也经历过疫情 对啊 所以有可能就是会丢掉饭碗 工作想追求稳定 薪水又要能符合期待 职场路迢迢 选择更是难上加难 这张小员秋容器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